光復鄉太巴朗部落原本有五株刺童 据說是阿美祖祖先搬到太巴朗的時候 種在部落中心的廣場 其中三棵已經枯死 只剩兩棵 位於北復村東北活用中心的後方 刺童可以說是許多部落居民 兒時共同的回憶 早期就已經這麼大棵了 那我們喜歡攀爬在上面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居高臨下 看著整個會場的豐年季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常常在這個地方 玩耍的地方 這棵老四童樹高約十公尺 樹林有一百五十多年 是光復鄉登記在案的老樹之一 陪部落一同走過歷史 居民視為至保 因為這棵已經是算 我們部落很重要的一個算資產 那每次來這邊開會或小朋友來 我們也都拿來做一個 很好的生態的教育的一個地方 四童樹下就是太巴朗部落的聚會所 以前部落沒有廣播系統的時候 都要爬上樹頂來招呼大家集合 樹頂上長了許多流撞突起 樹幹上布滿了附身植物 村長很擔心老刺童會死亡 希望相關單位可以協助來 醫治老樹 華連縣政府農業處農村警官科表示 會請專家研究如何幫老樹安置保護措施 記者跟著花蓮光復參謀党 走水 水 被露出 受傷 水